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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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巷子里没有豪华的装修和精致的餐具 但却有着二十年如意制的老手艺 和对美食始终如意的态度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我想对于美食也同样适用吧 一夜有多久啊 嗯 九年 每天上课之前说起立 然后大家就全体起立 然后我们要大喊三遍 我要上大学 天天睁开眼睛就学习 这是学到闭上眼睛吧 就是满满地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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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聊点开心呢吧 可能正是因为那么辛苦吧 所以一小点点事情都觉得特别开心 矿课呀 逃学呀 逃学 矿课都去干嘛 开大头贴呀 逛一逛学校门口的精品屋 CD店 还有吃吃吃啊 下午下课之后 然后晚子鸡之前 同学们都出来了嘛 路边太也都支起来了 胖子跟瘦子烧烤 瘦子现在已经没了 但是胖子烧烤还在 还有黄桥烧饼啊 穿服呀 就在学校附近吧 啊 对对对 穿服 我们当时也经常去吃那凉面超好吃 不过毕业之后好久都没一起过 那咱一会儿去那个餐厅再看看吧 行呀 行呀 店员 趴这吧 你吃哪个 两面还是鸡饭 你吃两面还是鸡饭 两面吧 都是两面吧 是 夏天长得好 还是原来都是吧 嗯 酸酸甜甜的 就跟别家一样 嗯嗯 味道没变 一眼什么好吃 嗯 感觉去人家家吃 都没这个味儿 他家都 就是十几年了 一直都这样子 这不是当年都不打敢点的菜吗 嗯 太奢侈了 但靠欠 对啊 不知道他怎么做呢 就是后来吃过无数饭店 都做不下这个味儿 比较独特 我妈你说回家里做呢 当然就算放点糖 要放点什么做菜也不这样 就还是他们家 只有他们家才有这个味儿 嗯 我感觉不光是甜 反正吃到这个历史吧 妈妈的 感觉他的盘子都没有变过 还是原来的盘子 今天一过来就一吃 然后瞬间又想起来了 我们当时上学的那个时候的事 像你们现在 你们这么大的很多 都带一些孩子在这儿来吃啊 都很多的 都来吃吧 还有一些学生在这儿来吃的 特别高兴见到他了 还给他留言 他就说是 我马上就好像有回忆起以前 他以前他在那儿买 还是买下的 对啊 对啊 一直是你 一直是阿姨 一直是阿姨 对对对 我们还要是圣子 就是阿姨 可以 如果现在让你再回到那儿高中的时候 你愿意愿 现在回去高中吗 别洗吧 不让我写作业我愿意 没有让你写作业 有意思啊 两家都卖怪味鸡 但是呢可能就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样吧 随便定个标准吧 接下来你要说的东西呢 都以这个为标准吧 都得二十年起怎么样 没问题啊 我接下来跟您说一个 藏在一个巷子里的灌汤包 那真是二十岁了 一晚上能卖几千个呀 哎呦听起来好多的样子 对不对 没有关系啊 和灌汤包相配是什么 来个烧卖嘛 也二十年了 少说二十年 一弄四个包子 最多能卖三四百路 一晚上能包几千个包子 因为收就不见了 细着一下 等会我放到那箱子里 就放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天出汤 弄一盆蟹 买完了 第二天又比带多一点又买完了 一天明天多 一天明天多 生一天明天 好一天明天 后来慢慢慢慢的 就弄个店 你现在找点老点 玩着玩着玩着过来 还是希望能有味 你现在还是有味 现在还是有味 你去花 走 今天就吃花 喝点点了 这不用花 那个店 酒啥 十二年 都开始准备这些熟馅了 分手了 韭菜 萝卜 馍 都在弄刀切 都是收工切了 四多年了 都是亲子大象 赞马 也是自己去做 来点又吃包子了嘛 一咬一口 灌汤 一瓶包肉馅 它这个就是 每一个包子上面 里面都用那个汤 然后就喝 喝着也好喝 我女儿也特别喜欢喝 肉馅 你得搭 你得煮鸡汤 用鸡汤 搭出来的肉馅 它比较咸 这个馅 你得搭了 让它也不能臭 也不能吸 臭了 它没烫了 吸了 肉烧了 每天就搭那么多馅 然后买完都不买了 不再买了 肉的 熟的 都能多 把鸡的面 和完以后 必须得腥 腥半个小时 再去肉肉 肉完以后 再腥 然后用手摔 反正我们干了这多年了 我总感觉到 摔出来的面 比较肉和 你如果这个面 和来不肉和 它这个包子 包出来以后呢 它都比较坚硬 那个花 看着 它不好看 包子那个盏 20个一下 18个以上 剃着下灯了 放在那下个菊花 因为它们这边都是先煎先煎包子嘛 所以 这个灯时间还是比较久 非常好嘛 吃那灯 都知道来在家吃包子 需要灯 在家的包子是先煎先煎包 本身的馅都熄 一熟灯完以后呢 它经过这个洞的火上 它那个糖 它往皮里熄 它糖很烧 拧壳这个骨壳 躲蹬一会儿 也得让它吃出这个质量的大脑 南方人爱吃米 北方人爱吃面 河南人更是将各种面食做出了花样 有一种面食更被誉为餐桌上盛开的花朵 那就是烧麦了 我们打听到在郑州的清真寺附近 就有一家开了一二十年的烧麦老店 许多食客更是跟着吃了很多年 究竟味道怎么样 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吧 就在这儿 咱们主要以烧麦为主 牛肉 羊肉 海鲜 蟹黄 肉松 还有这个酸酸鲜 这六种都有吗 除了这个肉松蛋黄的其他五种都有 我第一次知道烧麦还有这么多品酒 我爱吃的羊肉香 他这个选手都是当地小鲜肉吃 我看把我怎么卖 那我知道 对咱家的饭菜食料就得放心了 他们好吃的 我好吃的鲜黄 特别地味道 鲜黄 闷嘴香了 烧麦都提起来是不是给灌汤了 看着大家吃得满嘴流油 我们也按捺不住肚底的蝉虫了 还是先尝尝再说吧 这个是牛肉 这个是羊肉 这个太有人了 你看这上面 有汤汁 它就像一个薄皮包子一样 哇 这个汁好多 吃出灌汤包的感觉 哇 它真是 每一个里面都是肉汁了 吃点海多 接着 这是灌汤包吗这是 这个汤汁里边出的 它是自然汤汁 牛肉啊咱那调这些调料里边 自己带出来的 没有刻意往里边灌汁 牛里肌肉做牛肉烧麦 卖的最好的就是牛羊肉 牛肉用牛子盖肉 牛子盖 大腿中间那块 每个牛后边就只有那两块肉 跟那个马蹄双一样是吧 马蹄双 师傅就跟个武林钢手一样 我们这肉馅都是全手工操作 手工剁出来的口感会好一点 牛肉组织的纤维不会断 不会被破坏 像这种手工做法 一直延续了十几年了 一直都是这样 每天要剁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鸡鸡打出来的肉 入那个组织纤维 全部都破坏完了 咱说的那种没有小头 这个是烧麦皮的面 一半烫面 一半正常面 摊到一块以后 包出来的烧麦 筋道透亮 口感好 纯手工剁面 纯手工擀 这个手艺是家里边老一半传下来的 老一半都做烧麦 纯手工在这里也不止肉架 每一只烧麦的行程 从面到皮到下 都需要靠师傅们的手上功夫 像一个麻叶一样 你看就是手工做的 不是每个都一样的 这是糯米粉 蒸好之后 边上有那个花的形状 有白边 搞这个糯米粉 它起个就是装饰的作用 好看美观 传统烧麦 这个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这样棒啊 然后吃的还干净 干净 这个饭菜吃的 这个烧麦的口感特别好 我来要是有朋友什么的 感觉手选就是这个地方 很有特色嘛 但是价格常常的就比较 比较实惠 我其实是外地的 我原来不知道烧麦这个东西 后来吃了一发现就是 醉的都上瘾了 昨天弄来小子弄 弄来弄饱子一吃 这些 这些干净 白味 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啊 这些藏在深巷子里 动辄就是几十年的这种老店呢 有的时候卖的并不是什么 特别稀罕的大东西 对 就是这种小吃啊 风味就牢牢的抓住了 吃货的心和味啊 对啊 因为它开的时间久了 就比如说我接下来要介绍的 这个米线啊 它能让它周围的人顺着它的意思 一大早就起来吃米线 改变人的饮食方式了是吧 对 那你说这个了 我接下来要说一个是炸鸡 这个炸鸡呢也是三十年了 三十年 而且呢它是那种老式的炸鸡 曾经也消失了几年 后来又冲出江湖啊 哎呦 那就厉害了 啊 凌晨呢 为什么起这么早啊 因为今天导演说了哈 起这么早 就为一件事儿 要去吃米线 吃米线 哈哈哈 不就是靠谱吗 铁哥 啊 哎呀 走吧 看看去 打包脸 你也比我晚不了多少啊 打包带走 一样 老母亲吃的也吃了二十多年了 是吗 主演的也好这一口 偶尔的出差就不来了 如果不出差都来 天天像一份工作一样 有人说这种感觉像 像什么恋爱的感觉 哈哈哈 早晨六点 一碗米线 有人吃了二十多年 还是馋这个味儿 有人吃米线 竟然吃出了恋爱的感觉 此刻的小飞 对这家只有六七张台的小店 可谓是充满了好奇 这些肉多少加进去吗 都加进去 这么多 哦 慢慢一口 不说别的了 就从这锅肉 我觉得也应该来吃了 哈哈哈 天哪 一般来这吃的话 是早上人多 还是中午人多 早上 早上 为什么都会习惯于早上来吃 你我们走 走的是早点吗 早点的路线 因为只有早上有 对 提到米线本身 就不得不说说 这黄师傅最拿手的酱肉米线了 据说这碗酱肉米线的底汤与酱肉 一直是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 这样满满一大锅酱肉 一般一个上午就能卖完 好在哪儿啊 肉新鲜吧 米线筋道吧 汤好吧 所以说我们就长时间在这吃吧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样不好的 那我们感觉是没有一样 那它那个味道呢 味道色香味俱全 鲜 对 你别带我上去走 好吃不 好吃好吃 就这样就匆匆的就走了 其实它这个主要就是 台湾分加酱肉 每天都是一样的嘛 是吧 它这个味道很独特 别的地方吃不着 为了大家一早就能吃上这碗酱肉米线 这锅酱肉 黄师傅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准备了 而米线所用的高汤 更是每天用新鲜的棒骨和鸡子 炖制十二个小时制成的 米线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味道也是黄师傅自己调制的 二十几年大家始终认它的这碗米线 或许靠的就是大家对它的信任 还有黄师傅自己对这碗米线品质的坚持 我最喜欢吃的是鸡皮 因为我感觉那个味道比较香 喜欢吃那个炸鸡片还有炸鸡片 外酥里脆 不是 里香吧就是 但看上去不是很好看 我觉得颜色有点 但是它的料都在上面 外边不撒那个什么别的地方 孜然啊 辣椒啊 这个不撒 里外都是一个味 特别那种糊脚 是糊脚是不是 还是啥味 这带着来同时过来尝尝 今天是你带他们过来尝 对 那怎么你掏钱呢 那不都给男生讨厌吗 那不都给男生讨厌吗 这样的男生一定不缺女朋友的 光羡慕别人有什么用 我们这儿可没有男同事 不过 这不撒调料就能入味的炸鸡 香香姐还是有点小心动呢 可是那么多种炸鸡 到底该选哪个好呢 大的比小的要好吃的话 因为小的可能吃一个两个不过眼 但是大的一个就特别满足了 那种满足感 就特别和味道感 你也可以买一个那个尝尝 好 我就听你的 我今天就买大的好吗 香香 要不怎么说女人善变呢 刚才还嫌弃人家炸鸡长得丑 这会儿自个儿就排上队了 在关市收场子 我就要这个了 我就要这个 这个多钱一鸡 25 咱们两个都做25 好的 刚才有人给我推荐了 他说一定要吃这个大的鸡腿 有满足感才有意思 铺上油纸 简单称重 这刚出锅 还冒着滋滋油香的炸鸡 说话间就到了我们的手里 来吧 大概这一个就是10块钱 哇 好酥啊 我隔着这个就能感觉到 哦 好有味儿啊 这鸡肉大家说的没错 一定是腌过的 因为它这里面的肉 都会很有味儿 外面吃到它外面会有一层这个裹的酥皮 但这个没有 这个就是直接炸的 你看 这就是它的鸡皮和鸡肉直接炸的 哦 鸡皮最好吃了 别看这家小店才开业没多久 但说起老板娘的炸鸡手艺 可能比很多年轻人的年纪都要大 我们最初干是九零年 八九年 九零年左右 它蘸油在北京前门那个地方 开了一个炸鸡 人家看到蘸油在北京炸的还不错 结果来到这儿 看那个配方 不行 结果我们两口就自己配 炸出来一次 不行 我们就放到冰柜里 再从已经没料 然后再腌 我们把腌的有多少啊 我们喝了两冰柜东西 不认可不行 哎 最后有一次 还掌握住了 靠着自己研制出来的配方 老两口的炸鸡 在二十年前的西胶也小有容器 不管外边拿个炸鸡垫子 人家的东西是什么样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 最传统的味道 一定要就这样坚持一下 李确子 她一直都有 姐 我先认个书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 这家呢 她年数不是特别长 但是人气爆棚爆棚到 后处的师傅啊 得一个人看俩锅 就属于这种生意特别好的是吧 那我接下来要说这个呢 依然是一个老店 那这回我赢定了嘛 还是个20年的老店 经常是有这种 当孩子的时候在这吃 自己又带着孩子来吃的 一个川菜点 火锅大概是冬天来临 最重要的主题 成都的串串 重庆的牛油火锅 老北京的铜锅涮 无论哪一样 好像都能让冬天的寒冷 驱散一些 当然鱼火锅也不例外 我们打听到 在西边的秦岭路上 就有这么一家鱼火锅 虽然开的时间不算很久 但几乎甜甜人气爆满 到底味道怎么样 我们先去看看再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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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点一下 真的太多了 看这边好像都是在走路 磕着瓜子 时刻瞄着 这拿一桌的人快吃完了 赶紧过去 这都是活鱼啊 这新鲜的活鱼 现在先过来 好可怜 是啥 现在 它就这么被扔进去了 这一锅看着有点苦苦啊 果然还挺香的 这应该是刚炸过的那种 炸过浆上去的 满满的鱼肉 它这个鱼片子好薄啊 你看它有点像一个肥牛卷啊 所以你别看这个鱼这么薄 但是加起来一点都没有碎 而且吃到嘴里的口感它有点满满的 其实像我们平时吃火锅 不是有那种什么肥牛肥羊之类的 它们很多都用机器片 但是我特别好奇它这个鱼肉到底是中虾片 它难道把活鱼直接放到机器里吗 绝对是手工的 因为当年我接受过餐饮 用机器做腰片可以 这个鱼片 就用那个机器是切不出来的 必须是用手工才能切出来 鱼火锅最大的魅力 除了吃现鲨鱼的新鲜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无所顾忌 大口吃鱼肉了吧 但无论是什么品种的鱼 店家都能以一种很薄的形式呈现 能把这么柔软的鱼肉 以这么完整的方式端上餐桌 这就竟然是极其的功劳 还是人的手上功力呢 鱼第一道呼吸的这个生鱼 它不是说八价炒 先给它削鱼第二 把那个鱼身上的粘液给它烫掉 然后片鱼的时候会很容易片 我们的鱼全部就是手工片出来 看这个鱼和如蝉翼 能透光吗 能 或者鱼肉都可以看清这个字 像这一条鱼得切多少呢 一把就切得到 你们有没有什么标准 要切到什么厚度 人家没有 说把它倒上了 我们都知道 要麻鱼 这个要腌定一下 就是跟鱼上浆 鱼片更滑更亮 口感更好 这个鱼要打上劲 它才有筋道 还有那个亮度 这个要是麻不好了 这个鱼的口感就不好 这个挺辛苦的 中间的师傅一个人炒一个锅 我们用两个锅 师傅要一手拿一个勺那更厉害 今天我有一个爵士舞 左手画园 右手画方 左手酸菜鱼 右手麻辣鱼 麻辣 番茄 酸菜 这三种口味在掌勺师傅面前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配料的多少 凭着直觉就能摸索出来 一只手控制着一种味道 来到这家店的后厨 才发现什么是高手在民间 民间的手艺自然能接得上地系 这大概也是这里生意火爆 留住客人胃口的原因吧 一直就比较家常 比较小吧 吃的人比较多 我在成都待过四年多 然后它的味道确实还是 川菜比较重量 而且量又比较大 如果你单以为靠分量大 就能支撑这家店 坚持一二十年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好歹香香姐做美食节目 也那么多年了 吃货最基本的原则 还是要坚持的 不好吃的坚决不吃 这都不错 这个应该是虚肉是吧 炒得很漂亮 我最喜欢就是干腰核炒 蓝子鸡 麻辣牛肉之类的 我比较喜欢 腊味 因为那个腊肉是这个地方 能吃到 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味 你看这个腊肉 肥瘦很合适 肥的少 但是肥的也不腻 因为现在要减肥 我原来还吃完再打包一会儿 待回家第二天吃 被食客这么一说 香香姐也被馋得不要不要的 感觉很多菜都想试试呢 但是有一道菜 是被大家提到次数最多的 脆肠 脆肠吧脆肠 脆肠 像他们经常吃辣子鸡 我说你尝尝脆肠 吃进嘴里脆脆的 脆肠我也在其他馆子里吃过 他们要不不脆 要不辣椒不干 就是方有各种各样的点 达不到这个火候 他们这个呢 就能做到脆肠 确实是比较Q弹那种 有点响那种感觉 声爆脆肠 听起来有些暴力 有些重口 却是店里重庆大厨的看家手艺 被切成小拇指肚大小的脆肠 带着花椒的鲜 辣椒的香 丝毫没有任何奇怪的味道 四川就是它一麻 主要是为香 对 不像湖南那边它是纸麻 辣椒是我们吃四川的 红辣椒 纸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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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辣度相当高 比一般四川的辣椒要 基本上高了两倍 但是我没吃它很辣呀 它辣 过后它是香 这是四川菜 我觉得它这个辣的是唬人的 一端上来一看 吓一跳吧 一盘子的红辣椒 但其实它真没有的 看上去那么辣 停不了口 但是比起店里的这两大招牌 香香姐似乎更喜欢的 反而是这个 怪味鸡丁 哎 您知道吗 就是我最早接触这个 四川的食物或者小吃 最早吃的是 怪味糊涂 就觉得那个味太奇怪了哈 有怪怪的感觉吧 口感都好奇怪 它今天是脆的外面 外焦乳酪 吃上去好像是鱼香味的 好像又没有 有甜 有辣 还有麻 还有酸 就好像以前吃那个怪味糊豆的感觉 包括这个皮也是脆脆的 虽然是鸡胸肉 却嫩而不柴 酥脆的外表下 软嫩的鸡肉带着咸甜麻辣 还有些许的酸 完全没有违和感 足以让是肉的泥大快多一 在这座包罗万象的城市里 最不缺的大概就是这类家常菜馆 而从97年就走进西郊人民视野的胖娃 如今也已到了不惑之年 但凭着亮大 实惠 伟佳 虽然也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却依然是食客们心里最好的选择 哎呀 说了这么多摁的了 来点软和的吧 有吗 有 没问题 什么 据说在烟厂街的深处藏着一家小小的店面 里边卖了多少年的牛肉丸子汤 这管子卖的呀 这家店我知道 丸子汤我也去吃过挺喜欢的 那我接下来要说这个呢 那你看我这随随便明又是十几年起 又是这样的一个老店 那你说汤了我得来茶呀是不是 油茶 牛油炒出来的油茶 香的 我叫买超 咱这个店是从99年开始经营到现在 刚开始的时候在南关街上 一直经营到现在 又18年了吧 我今年都40多了 我感觉从20多岁我都搁来吃 就在这儿啊 是 野生鞋接嘛 所以也算是一个记忆当着老味道 对 是 咱俩都是酥肉夹腕子 加烧夹腕子 带点海仔 就是这样 比较爽口感 比较香 有种那个牛肉的韵味的香味 丸子吃起来什么感觉 烂 那肉比较新鲜 确实很好 嗯 早上 店里的丸子汤点击率最高 中午 食客们则偏爱酥肉和丸子的两叉 支撑这家小店18年长盛不说的秘密 就是店里的传统手艺 牛肉丸子的话 一般都是用这个 牛这个 里脊肉 这个炸丸子比较好 这个里脊肉 它这个嫩 然后这个口感比较好 像我们老家这个做法吧 这个肉都是手工做的肉 不爱这个丸子吧 传统做法一直都是用红薯芡 这个上等的红薯芡 因为这个红薯芡 它比其他淀粉比起来 它更加的爽滑 可口 然后比较筋道 然后它比较耐煮 炸好的牛肉丸子浸泡到热腾腾的牛肉汤里 这翻滚的一锅汤也是懂吃之人的最爱 熬这个汤的话 加上咱这个自己家 就是老一半传扬的这个汤料 加上这个牛骨头牛肉 就是熬制这个汤 一般会放多少的骨骨和肉吗 这个根据你这个锅大锅小 你像咱们这个锅的话 光骨头就得二十多斤二三十斤 一般就是早上四五点钟吧 就起来开始熬 最少要熬上一两个小时吧 反正这个汤你就熬的时间越长 这个味道越好 这个汤味越浓 你知道吗 就这一个大铜壶 叫做龙嘴大铜壶呢 这在过去就能养活一家人 这俩是选拨有差 就是随时赖着随时开住 啥时候赖啥时候都是人的 像一线是糊弄着包纹 那个前代仪式魅惑不上空了 还是这个在国杂州等于 搞新科技吧 等于是捞东西新吃饭 就是这种 您好老先生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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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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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随着炒至 面粉冒出一阵阵白烟 半个小时后 当面粉变成黄色 这面就算炒好了 现在是倒入牛油的好时机 杨老先生拿起一杆精致的小铜秤 小心翼翼地称一些香料 放入锅里翻炒均匀后就可以过筛了 油砂粉在骰子的作用下变得十分细腻 在筛好的油砂粉中加入芝麻 花生等材料 就成了可以装带售卖的油砂了 现在是省着两大了 就卖了一个泡河 串通的产品 你只要不要别安慰了 只要能坚持劳动力 可用的工艺都可以利用 甜油茶 咸油茶 这两碗 平常可能我们吃到的咸油茶多一点 这油茶的香料在于刚入口的时候 还有这个面茶它带来的香味 还有的就是每一口到最后能吃到的 香 杏仁还有芝麻油果 油饺的香 杨老先生 我看他们这个还都配了有东西啊 在吃油茶的时候 油香 油香 那给我也来一个呗 好 油香是回族的传统食品 店里卖的油香有甜 咸 两种口味 面团被集系压成薄面坯 用模具压出油香圈的形状就可以入锅炸制了 说是油炸 其实就是将锅里的油保持低温 不停地往油香上浇 所以有慢火炸油香两面都发亮的说法 炸好后的油香 不是咱们平时所吃的油炸食品的口感 放凉后再吃 口感既紧实又酥软 有点像吃点些 虽然现在这家开了十几年的小油茶店 采用了不少新的工艺 可只要老手艺人的初心不变 用光阴和尖手抹出的油茶 就还能吃出记忆中的味道 飞着眼瞅着我今天可是要赢啊 二十年起 二十年起 没有关系 咱到永安街上走一遭 二十多年的广东小潮老店 那我这个虽然也有广字 但它卖的是地地道道的玉彩 父子两个人是苦心经营啊 三十年的了 二广餐厅 经广路永安街 每到夜色降临 路上的行人车辆就川流不息 也许您已经从这里 路过了不知道多少次 也没有注意 街边有这样的一家小店 说是广东菜 可食客们却说 感觉怎么讲 说是有本土化的吧 我觉得是经过改良的 比较适合我们这个郑州人的口味 因为咱们北方人喜欢吃稍微重一点的 比较香一点的 然后就是我有点改变了 没有那么甜 比较咸香的这一种 这样一改进的话 还挺多人吃了 你说脆肠吧 吃着口感挺脆的 知道这个脆肠是什么动物身上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了 哪部分也不知道是吧 小肉 不小肠 说了半天 这河口的脆肠就是猪小肠吗 吃起来怎么这么脆呢 也就是猪子宫那种的 买回来的是一条条的 然后把那个花是不是天成的 要自己切 个水里要洗 做的话就是先烫水 去掉腥味 然后水里冲干净 爆炒一下 放姜 放蒜 有料酒 先放 然后再放那个生肠 切了花的话 它炒的时候不用那么久 炒出来是脆的 炒得很了也不好吃 是软的 葱爆生肠 口感爽脆 营养价值高 出菜速度快 一直是人们点击率最高的菜品之一 尤其是作为下酒菜必点 广东菜洗清淡 蒸这一烹饪技法不仅保留了食材原本的味道 还可以看出食材是否新鲜 比如这道火头鱼两吃 它是感觉它是两种做法吧 它把生鱼片片好之后 然后可能上笼蒸 蒸完之后 然后临出锅之前 撒上他们自己做的那种 葱姜蒜一些调料 再淋上一勺热油 而且那鱼骨和鱼头和豆腐再炖一个汤 火头鱼就是那个黑鱼 把那个鱼载了以后 然后切成那个片 洗干净以后 然后放点盐 再放一点胡椒粉 然后放一点点生粉粉片 就是抓一下 抓一下 然后就把它摆到那个盘子里面 摆好以后 就是放锅 开了以后才放进蒸 蒸有 饭店的火比较大 四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出锅 出锅了以后 就放那个姜蒜 割一半 然后放油里面煎 浇到鱼上面就可以了 那个鱼如果是死的话 那个鱼它做出来的话 那个肉啊 它不会有那种小卷卷的 一鼓一鼓的那种感觉 它只会死死地 跌到那个盘子上面 不好看 如果是新鲜的话 那个肉啊 蒸出来它会有卷的感觉 就是鼓得一块一块的那种 像花一样 那是活鱼 那剩了鱼头 还有鱼骨头 然后炖成鱼头豆腐汤 炖汤的时候 也就放那个姜 姜片 开始炖 放点豆腐 不要放太多盐 清淡一点比较好 火头鱼又名黑鱼 刺少 清蒸不仅蒸出了 鱼肉本身的香味 搭配特调的酱汁 浇淋在鱼片上 端上来就趁热吃 口感爽滑 自不必多说 再来一碗鲜美的鱼汤 这个冬天不惧寒冷 不论是爆炒的脆肠 还是蒸的火头鱼 味道都会或多或少的偏重口一点 用食客的话来说 已经本土化了 可就是这样不正宗的广东菜 却在这里扎下了根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南天 北县 西拉 中前 这是五味挑河 河南渔采一线为补 八大采喜 每个采喜 里落河南渔采 它都不称采喜 我是二王的儿子 我像王敬杰 我跟着我父亲 在这个房间 二十年目染 就三十多年了 我十三岁 在开工学徒 因为家里穷 改这契案比较合适 那时候学徒的都是投入学 老师当面不是跟现在 比较交给您的 就先给老师洗洗文泉 默默道 对着好的都不做 八七年国家号召 叫最后一个小孩结婚 我叫我姑娘结婚了 我退休了 咋办呢 整年轻时候 沐山感 想起来成了一个二皇餐馆 这个店开也我们就在吃 开多少时间 我们在吃多少时间 上初中就来了吧 我现在儿子都三岁了 因为你生在平原地 你得有平原地太深 傻受吃傻 傻受吃傻 那是给这鱼菜的冻结出来的 全材料鱼菜是最关键的 这鸡子长到一鸡一二两 开始吃大麻 这是个传统的鱼菜 把鸡子剁成块 麻入味 之后然后再下油锅炸 反复地不断 把油锅两回挡住 一会儿再游了 一会儿再灌 麻烦 这个菜的时间很长 学 我爸是一个老好先生 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一个 关门地责的感觉 最后一个 当时没有那么多想法 总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一个做法很简单 颜色达不到自己想那种 理想的结果 客人会提意见 当你做出来的东西 别人总觉得态度 那种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时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我这边得来包子了 是不是 郑州口碑比较好 可以说是最好的 上海汤包了 恩吉汤包 哎呀 里面都瞎人啊 有原味的呀 有点馄饨呢 还可以卖生包子呢 我们现在呢 是在前进路和协作路 据说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有那么一家锅贴店 据说 虽然都是锅贴 跟咱平常吃的锅贴 还不太一样 今天呢 就跟大家伙呢 一块呢去 看一下这家店 就这儿吧 就这家店 酥锅贴 牛肉锅贴 羊肉锅贴 鸡肉香菇锅贴 虾仁海鲜锅贴 来份锅贴 好吃 牛肉跟那个酥的呗 好行 锅贴绝对是咱们 河南人餐桌上 最常见的主食之一 酥的有韭菜鸡蛋馅 浑的有三鲜馅 猪肉馅 香菇海米馅等等 虽然大多数时候 锅贴都以类似 饺子的形状出现 但它的做法 却和饺子完全不同 透亮的外皮 嚼伤着底壳 再加上一层 金黄焦素的赤鸣 都足以让它 成为一款 颜值和味道 举佳的主食 这个是肉的 这个是素的 说得很易的 我觉得它的味 调得挺重 是吧 咸大 可以吧 咸大 肉的 你看 对对对 你看这 还是在往下低 是吧 对 赤鸣 是一点也没剩下 对 咸大吃的特别香 然后这个葱和这个牛肉 培块也不会太油腻 吃的确实好吃 有个缺点 就是太烧嘴了 哈哈哈哈 其实我现在越看它 我越觉得有点像是 要吃生煎的感觉 你知道吗 哦 我们所谓的赤鸣 这个酥皮 它是立起来的 我们平常吃的话 它应该都是 平着的 对吧 特别叫很香 嗯 跟吃炒粱味里边那个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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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用一个词来形容 这个酥皮是什么感觉 嗯 入口即化 哈哈哈哈 这特别薄 你知道吗 又特别脆 到嘴巴里面说 你舌头轻轻一点的话 然后它整个就 你腹捏 嗯 牛肉大葱 牛肉大葱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这个 面会糊掉 底的话那种面香味 一口一个嘴巴里面之后 惊惊一咬 里面有那个汁水 慢慢慢慢往外 烫 韭菜粉条 粉条 韭菜 再加上鸡蛋 它这粉条 是姜过的粉条 我们吃锅贴的时候 很少会看到说 上面边撒点芝麻 撒点这个葱花 对吧 鸡巴就直接的 素面朝天就过来 这个呢是带了精致的妆容的 这家小店的老板 朱师傅 从97年开始就在宁波的一家清真老店工作 一干就是十多年 现在店里这种形状类似水饺 在外皮上撒芝麻葱花的做法 就是典型的南方锅贴 我们都是享用那个清真的鲜牛肉 肺肉像姐的 奶油肉 姜 胡椒粉 放点蚝油 我看见旁边的葱花了 能靠这个葱 芹香 这家葱姜 它这个葱花一下去真的不一样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对 一下子冲鼻子而来了 您看这种盘口的馅 鲜牛肉盘出来的颜色比较愤嫩 锅贴包好之后可以直接下锅 下锅之前 朱师傅已经在平底锅里 浇上了一层面水 薄膜的面水在小火加热下 很快就开了 这时候 朱师傅把锅贴一圈圈摆在面水上 再盖上盖子 因为锅盖盖上以后 才能把面水沸腾蒸发出来的高温水蒸汽 闷在锅里 锅贴的外皮被水蒸汽的温度烫熟 同时在锅贴下面点上一点油 小火加热慢慢形成胶酥的底壳 等到面水快蒸发完的时候 朱师傅熟练的天气锅左右摇晃 这薄薄的赤链就这么凝固在了锅贴的周围 一份香喷喷热乎乎的锅贴就可以上桌了 我做上海的汤包可能快八九年了现在 一提起包子 我们大多会联想起我们河南颇具盛名的开封灌汤包 而说起上海似乎生煎包才是主角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家 由河南师傅做出来的上海灌汤包 这上海汤包与小龙包师叔同门 看似两者差别不大 实则不论做法还是口感都颇为不同 口味没有北方那么咸 就有一点甜咸味的那种感觉 然后偏甜口吧 南田北咸是两地风味最显著的特征 而细细品味 这上海汤包在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就能体会到细节上的差异 开封的包子好像是更薄一点 然后它是扁的 它这是圆的 咱在这边小龙包是发面的 这个不是发面的 能吃过来吧 对啊 真的 比如说它挂上包一般都是发面的 它是死面的 它是紧的 也没有参加 任何东西都是量水一大都出来了 跟它那胶子皮是一样 相较于发面包子皮的软糯 这手感出来的死面包子皮的劲道 也深受很多人的血爱 有言道包子好吃全在馅儿上 那这里的汤包馅儿也不为讲究 甚至这肉馅儿每天早上四点进屋来以后 还是先打馅儿 打了以后还是包 它是当前紧肉当前打馅儿 当前买碗 青菜也是每天多青菜 都是新鲜人 肉馅儿 虾馅儿 这上海的那种包子 我觉得好像更鲜一些 汤比较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灌汤那种 然后我感觉汤还挺鲜的 鲜是食客们对于这家包子 评价最多的一个字 包子馅儿的具体调制方法 我们不得而知 但单从调好的鲜肉口味的馅儿来看 粉嫩的外表下十分干净 没有用酱油着色调味儿 也没有夹杂包子馅儿里最常见的 用来调味儿的姜丁 虾馅儿味儿的 是在鲜肉馅儿的基础上 点上一颗个头不小的虾馅儿 所谓味道鲜 应该是在少加辅料的同时呀 更多的去遵从食材最原始的香味儿吧 包子如果就像这个汤包呢 如果蒸出来以后 放置的时间过于长 或者说大家打包带回去 凉了再热 这个汤汁时间长了会没有 我们和其他的包子有不同的时候 我们可以卖生包子 其他地方卖不了生包子 这是什么样的解释下来的 反正给他也干习惯的 给他店也有感情 老朋友们有的想吃北方的 有的想吃南方的 口味都不同 其实我们在做包子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有时都是北方人 也特别喜欢这种撒海堂包 也想一直做下去 您现在收看的是 河南广播电视台 民生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